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而周一至周五更新 近日 一名即将踏入大学的18岁女孩 在开学前遭遇了电信诈骗 9900块的学费被全部骗走 虽然她已经报警 但还是因为伤心过度而不幸离世 面对一个花季生命的离去 竟然有评论表示 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这么弱不尽风 女孩被骗光学费离世 究竟该怪谁 伤心死了 这句话听上去相吐槽 其实并不夸张 美国心脏专家亨特千篇等人 曾研究证明 当人遇到过量或突如其来的情绪压力时 肾上腺素等化学物质会激增 影响心脏正常跳动 同时还会出现剧烈胸痛 或呼吸困难等类似心脏病的症状 医学上称为心碎综合症 或应激性心肌病 这种病也有一定针对性 性格急躁 易冲动 缺乏耐心 时间紧迫感强或增强好胜的人 更容易成为心碎的人群 另外 有日本学者分析发现 由于男女差异 女性患病的平均发病率 是男性的7.5倍 更要小心预防 9900元 也许不是什么天文数字 但对于家境贫寒的女孩来说 家人省吃俭用大半年 才凑出来的辛苦钱被骗走 绝对是致命已迹 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 还是越来越嚣张的电信诈骗 随着严重的信息泄露 电信诈骗 也从过去的乱枪打鸟 漫天撒网 转变成 锁定信息 精准下套 欺骗性更大 把相性更强 年轻人也频频中招 加上大部分都是跨境跨国犯罪 警方破案成本高 惩罚力度小 总是屡禁不止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大数据 季度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诈骗电话数量达18.8亿次 比第一季度增长了88% 目前更需要紧防 170 171开头的电话诈骗 而面对悲剧 或许对某些人来说 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根本无法体会到 心碎的感觉 很多人嫌注册上号太麻烦 就直接用KKO授权登录 这样网站就能直接获取 你的个人信息 你收到的垃圾短信 邮件 都是些无量网站卖掉的 赶紧去KKO互联平台 把关联都取消 拿邮箱注册 也别用常用邮箱 重新注册个邮箱 专门创建账号用 老子翻墙注册了个谷歌邮箱 垃圾邮件少 还不容易被盗 用苹果手机的 一旦安破账号泄露 你上传到云里的照片 别人随便一个设备 就能看 还不赶紧去苹果官网的 密码和账户安全里 可惜两不验证 别的设备 休想登记账号 还不放心 就找个社工库网站 在搜索框里 书上和个人信息相关的字符 比如说账号或密码 就能确认这些信息 有没有被人用过